材料清单,蜗具一到两根,盐适量,玫瑰米醋一勺,生抽一勺,糖,少许,香油一小勺,葱,适量,干辣椒二三个,热油三到四勺,白芝麻适量,蜗笋去皮洗净,切成细丝,加一勺盐,抓匀,放15-20分钟,让蜗笋出水。 鸡嘎放入盘中可以先尝一下,如果太淡稍微的加一点点盐,如果太咸就用饮用水锅一下,再鸡嘎,加小半勺糖,香味少小半勺,只有一点点几乎吃不出芹味,只是为了提鲜和中和一点醋的酸味,如果太甜就是糖芳多了。 加入生抽,米醋,撒上干辣椒吧,葱栗,淋上芝麻油,喜欢辣的可用新鲜潮添加,撒上芝麻,淋上热油,饭源即可用享用了,小切是我用的是双鱼排,玫瑰米醋。 另外,很多人提出说要桌水,这个主要看个人喜好,如果要焯水的话,水烧开后放一点盐,下窝笋快速焯一下就捞起,最好再放冷水过冰水里过一下,口感会更正一些,水里加一点盐再焯,可以使蔬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